如果你是荆州勇士队的球迷 那你一定不会忘记06-07赛季 在主教练老尼尔森的带领下 掀翻诺维茨基带领的小牛队 创造黑八奇迹 之后的2009年 荆州勇士将会在首轮第七顺位选中一名球员 他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篮球这项运动 还在日后的生涯中帮助荆州勇士 捧起总冠军奖杯 他的名字就叫斯蒂芬·库里 在库里成名之前 他的父亲戴尔·库里 就已经是NBA的传奇球星 在那个还是得内线者 得天下的时代 他父亲的打法并不主流 戴尔·库里是以外线投射闻名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神投手 并且在93-94赛季 获得了最佳第六人的荣誉 斯蒂芬·库里也继承了他父亲 优秀的篮球视野和大局观 并且成为了比他父亲 更加优秀的三分投手 但是库里的篮球生涯 开始阶段并没有顺风顺水 在库里高中毕业之后 他希望加盟篮球名校杜克大学 但那时的库里并没有超长的天赋 他没有西安·威廉姆斯 那般出色的身体条件 自然不会得到杜克的青睐 也没有任何一个篮球名校 认为身高只有一米九一 体重只有84公斤的库里 能够经受住NCAA的比赛强度 在这种情况下 一所小小的 只有1700名学生的戴维森学院 占了个便宜 将库里召进学校 要知道戴维森学院 自1969年以后就没有进过32强了 也许他们早就忘了 32强是什么滋味了 大学第一年 库里便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他要告诉那些专家 身高1米91 体重84公斤 也能打NCAA 整个大一赛季 库里以场均21.5分的成绩 在南方联盟的得分榜上排名首位 并获得南区联盟的最佳新人 在全国的新秀榜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他后来的队友 德克萨斯大学的凯文·杜兰特 就从库里加盟的这一刻开始 戴维森野猫队一跃成为NCAA的抢队 在库里的带领下 戴维森野猫队以29胜5负的战绩 获得南方联盟常规赛的冠军 啊对了 库里还在这一年的南区锦标赛中 投中122个三分球 打破了新生三分球记录 大学第二年 NCAA疯狂三月首战 64近32 戴维森学院对阵全国第七的钢萨加大学 虽然钢萨加大学也不是什么篮球名校 但赛区排名还是比戴维森学院要高 上半场 库里受到对方队员重点照顾 被对方紧紧锁死 紧紧拿到10分 球队大比分落后 下半场 库里三分技能冷却结束 开始了疯狂投射 库里的三分羽 一次又一次地摧残着钢萨加 对方球员一眼看着球一次次飞进篮框 却无可奈何 整场比赛 库里三分球11投8中 砍下40分 带领球队上演逆转 战胜钢萨加 32近16 由于上一场比赛 库里的出色发挥 二号种子乔治成大学 安排了球员对库里重点看防 库里手上没球 就想方设法不让他轻易拿球 库里手上有球 就采取疯狂包夹 他们知道 所死库里就能赢得比赛 上半场由于库里被防死 其他球员得分能力不佳 戴维森落后了乔治成17分 库里仅仅得到5分 比赛来到下半场 没错 库里的技能冷却结束 终于找到手感 里突外投 从三分线一直杀到禁区 一眼都不眨 那么长时间不眨眼睛 眼睛会不会干啊 眼睛一点都不干 我保证 全场拿下30分 带领球队再次上演超级逆转 击败乔治成杀入甜蜜16强 第三轮16进8 对阵全美第三的威斯康星大学 比赛打到这里 已经难以掩盖特别的光芒 这一战观众席出现了一位特殊观众 勒布朗詹姆斯 当时詹姆斯肯定不会想到 眼前的这个身穿30号球衣的小子 今后会给他带来多少麻烦 也绝对想不到会在未来 与他连续四年会师总决赛 从他手中抢走三枚总冠军戒指 我想不到 这场比赛 对方派了防守汉将弗拉沃斯 来专门照顾库里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库里仍然砍下33分 三个篮板 四次助攻 四个抢断 戴维森72比56 大胜对手 昂首挺进精英八强 库里也成为历史第四位 在NCAA生涯前四场比赛中 都拿到30家的球员 也追凭了联盟单季 158季三分球的记录 两天后八进四 戴维森对阵堪萨斯大学 堪萨斯是最终夺取 当年NCAA总冠军的球队 这场比赛打得十分艰难 开场戴维森全对手感不佳 库里不断用自己瘦小的身躯 冲击对手内线 紧咬比分 堪萨斯仍然使用多名球员 轮番死防库里 库里又因为之前 三战体力消耗过大 面对堪萨斯的人海战术 进攻效率下降 但是两队仍然打得难解难分 悬念来到中场前16.8秒 戴维森57比59 落后2分 戴维森进攻 成败全扛在库里的肩膀上 库里持球运过半场 并在前场黄岛防守队员 对方再次双人爆加 库里无法出手 从左侧45度运到右侧45度 他犹豫了一下 队友杰森上前接应 库里只能选择传球 最后一刻 杰森仓促出手 三分未中 戴维森以57比59 遗憾高负 不过就算是输球 戴维森学院能闯进八强 就已经是之前 根本无法企及的最好成绩了 赛后球迷们表现出对库里的失望 不是因为输掉比赛 而是在有机会的时候 将球传给队友 而不是选择自己出手 后来有人问库里 你会不会后悔传球给杰森 库里说 不会 因为那个时刻 自己的确没有出手的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是会传给杰森 本场比赛 库里拿到25分 他单核带队 在07-08赛季 总计命中162级三分球 刷新了NCAA球员单赛季三分球记录 本次NCAA之旅 虽然没有夺冠 但他们已经足够伟大 未能晋级四强 这并不影响库里前往NBA的梦想 接下来的第三年 也就是08-09赛季 库里成为戴维森学院总得分王 场均贡献28.6分 5.6次助攻 2.5个抢断 海民NCAA得分榜首位 助攻榜首位 抢断榜第二 库里代表戴维森大学打了三年 三年间他两次入选 全美最佳阵容 6次40加 30次30加 三个赛季场均得到25.3分 4.5个篮板 3.74助攻 2.1个抢断 三分命中率41.2% 发球命中率87.6% 他打破了NCAA所有关于三分球的记录 他用逆天的表现 带领积极无名的戴维森 尝到了八强的味道 此时的库里已经是NBA选秀乐透 大热人选 库里的打法颠覆了整个NBA联盟 对三分的看法和理解 在此之前 进攻都是以内线为主 围绕着中锋来组织战术 三分只能说是一种 有空位的时候才会去投的 但是在如今的联盟 越来越多的球星 更加注重三分投射能力 并且勇士队的跑红战术 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可以说库里是改变整个联盟打法的 一个划时代人物 2009年6月26日 选秀首轮第七顺位 荆州勇士选中库里 就此开启了他NBA的传奇之旅 客观地说 从当初瘦弱不堪 灵孝拒绝 球探看衰 如今能够达到第七顺位 终究没有辜负他的努力 当然 他也没有辜负荆州勇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